诸葛亮在奇门遁甲任务当中是真的一个教教者 因为他把奇门遁甲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改良了 他就把那些真的没有用的 用不着的那些东西都把它清理掉 就把它换成现代我们用的奇门遁甲 所以奇门遁甲其实里面那个局 我们常常说的那个局 它是有1080局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 刚才常常说的什么盘色盘色 其实就是这一样 盘色 对 我们叫做盘色 它里面有包括有九星 有天干 有八门 有八神那个 就根据那些特定的时间方位 我们就把这个盘色排出来 就可以解说了 其实它就是天干 10个天干 10个天干 对 但是奇门遁甲 就是说其实奇门遁甲 这个甲子就是不见的 在里面整个盘色当中它是隐藏起来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元帅将军不可能在前面去打仗的吗 它是隐藏在后面的 这个就是你当做好像一个兵法一个盘色去看 就在里面包裹天地人物一切的事情都在里面 那可以示范一下具体是怎么算的吗 通常 比如说有个女孩子真的就在我面前就跟我说 师傅我想算一算我的姻缘 比如说这样 那就说姻缘 那么在姻缘里面我们会看八门里面 我要看的是修门 修洗的修 那你看见幽门现在 我们把这个方正一个位置了 修门里面就代表姻缘 就是说你现在你的姻缘上天干有一个极土 那就是说你现在的姻缘呢 是有点小麻烦 但是过了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现在是龙列的三月份 那你过了三月份之后 踏入四月份 你的这个姻缘就会明朗化一样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是你现在给我算出来的 对呀 但你怎么知道怎么摆这个盘呢 在我的脑子里面呢 真的啊 其实真的排盘是有一定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要根据这个天干地址 排出来先排 比如说现在是什么日子 比如说今年是18年10月7号 现在是下午4点钟的话 我就根据这一些资料 就马上就把这个东西给排出一个盘色 那从前是用万年力把这些东西变成天干地址 你就排这个盘色 其实奇门顿家很多人感觉到很难学 就是第一步排这个盘已经挺头疼了 因为它的层数挺多的 所以你刚刚在盘的时候 你脑子里已经是想好了 对已经有了 但是根据什么想法 就是现在你想问我吗 就是根据今天的时间月份 根据现在的问的时间 对 你什么时候想问你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在晚上凌晨2点半 突然降一晨 那排法又不一样了吗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刚才不是说了1080局吗 其实很多东西在里面 它有阴顿有阳顿 每一面有540局 加起来就1080 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这个排法 其实是跟问的人的时间有关系 对对 也可以这么说 有时候不是 我不可能常常把这个东西放在手里 对对 只要我看见有的人 他真的跟我说 师傅 我现在有个很麻烦 很头疼的问题 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吗 那我就很随意地看一看 现在的时间 很随意地看一看 你不可能太可以的吗 因为他是突然之间问的吗 你不可能把这些预先的全部排好 再跟人说的吗 是 那就在一个时间 就随意看看那个时间 现在这个时间 我就跟你算一算 我就立马在脑袋里面 就马上算出来 你想问什么就可以了 就不要这个盘也可以算出来 其实可以的